聖誕節 你們有想要送什麼嗎? 給對方或是自己或是跟朋友之間的交換禮物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來介紹幾個很適合當禮物的東西 那我們先介紹耳環 它旁邊呢 是做有點小黃罐的造型 然後中間有像一顆鑽 然後它總共就是有這幾個顏色 它旁邊呢 黑色啊白色啊 然後銀啊 然後 玫瑰金跟 黃金的顏色 然後我耳朵上 配戴的是 玫瑰金的顏色 就是你今天可能 穿得很簡單然後你就配一個 比較亮的耳環 就可以出門了 然後你身上就會有一個重點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買套組系列的話呢 我可以推薦這一個 它上面呢 是做有點羽毛的形狀 然後下面一樣是有相轉 那它這個呢 就是純銀的 那如果你要堵塞也是可以 對 那它整個戴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如果你不想要花心思去想 我今天要搭配什麼的話 你就可以一個套組就把它勾定 那因為它的造型也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不管是你出去啊 外出玩啊 或者是你上班的時候要戴 我覺得都非常的合適 那我現在配戴的這個呢 是素食制 它會比較 就是比起一般 持架來的 就是再細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啦 然後 這個男生戴女生戴都OK 男生的話可以選再長一點的鏈子 那女生大概這個長度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小 它沒有必要就是 完全戴到很垂緑 這樣就很好看了 如果你穿一個白色T恤啊 或者是黑色T恤 不管你有信仰沒有信仰 我覺得它都是非常百搭的一個單品 好 那現在我要介紹的是手環類的喔 它這個是環珠手環 那因為它這邊有兩顆珠珠 所以你在戴的時候呢 它剛好還滿卡住 然後它這邊有就是有比較平面一點 這邊你可以做刻字 就是 你看你要刻內外圍都可以 然後就是 如果你要送禮的話 就是刻你想要給內人的一句話 那如果是給自己的話呢 你可以刻一句勉勵自己的話 或者是你自己 有一些覺得對自己很重要的話 都可以刻在上面 那它就可以當作一個很特別的刻字畫禮物送給別人喔 這個呢 是開心貓跟貓爪戒 那它其實是兩個戒指分開的 所以如果買這個組合的話呢 它可以單買 你也可以買一組這樣 然後就可以兩個套在一起 就會有貓的頭跟貓的手掌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想會開戴也可以 就是一個很優惠的一個組合嘛 對不對 如果你想同時擁有兩個戒指 然後不要讓它分離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個 這個很多女生應該會很喜歡 然後如果今天是家長要送小朋友一個聖誕禮物 我覺得你也可以挑選那個開心貓跟貓爪戒 因為它整個就是很符合小朋友的那種可愛的氣息 那聖誕節呢 你就看到一隻綠色的貓 你也會覺得心情特別的愉悅跟美好 然後現在我要介紹的是波紋手鏈 那它呢 一般我們單買的時候 它會有初中戲三個 那當它如果變成了情侶對面的時候呢 男生他就會就是帶中的女生就會帶戲 那戲的對於女生的時候 來說它的那個視覺度是剛剛好的 那男生帶這個也不會很奇怪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還想不到送 就是兩個人要買什麼當做聖誕節禮物的話呢 它也是個首選 因為它蠻單就是蠻低調的 然後不會不會讓那些就是 不喜歡高調的覺得說 我今天要帶一個手鏈 我覺得很麻煩 然後就變成說 你們情侶之間沒有一個性物 所以你就可以考慮這一款 這個呢 就是情侶的對鏈 然後它就是你看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天使的翅膀 如果兩個合起來的話 所以呢 買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單買 不然就只有一隻翅膀 會變得很孤單 你就盡量呢 就是如果想要有一個共同的 一個共同的項鍊 你也可以挑這一款 然後它背面呢 你也可以去做刻字 就兩個人的名字啊 或者是你們有想要跟對方說的話 或是對你們兩個很多字 也都可以刻在後面這樣 那個呢 是鴛鴦對戒 那你們也知道鴛鴦的寓意 就是 嗯 夫妻之間 情侶之間都是一個很美好的寓意 那如果今天呢 你們有想要就是 選一對戒指 來為你們的聖誕節做點 嗯 做點什麼 比較 覺得特別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一款 鴛鴦對戒 那呢 它的戒身旁邊是做有點弧度的 男生女生都是 然後中間呢 是像一顆鑽 它也是屬於那種 我覺得比較 低調 也沒有到很高調 因為它的鑽 如果你不喜歡亮那麼亮 你也可以選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它的鑽色沒有這麼的亮 然後 嗯 戴起來呢 它也是很好搭 那它的寬度呢 比較 比較寬一點 所以你喜歡寬戒指的女生呢 你也可以選擇這一塊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戴太細的戒指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 有比較多的選擇 這樣 所以下禮拜就是聖誕節了 如果你還沒有想到要送什麼禮物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我今天就是介紹的這八種商品 然後來做一個選購 做挑選一個最適合你們的禮物 那你可以上官網看 也可以來門市親自佩戴 那滿三千的話呢 就會送一本2018明年的年曆 又可以帶回家 然後再桌上自行翻閱 就是每個月我們配一隻貓咪的一個商品 這樣 那年曆的話呢 是輸料有限 它就送完為止喔 只送不買 然後商品的部分呢 有喜歡的話也趕快來看看吧